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君哥 歡迎來到君哥不想聊外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呢 就是馬丁的止损法 其實是受人所託 所以我才錄了這一支影片 那相信應該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大家都覺得馬丁有需要止损 所以今天要有大家幾個方法 就是止损的方式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哪個比較適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君哥是馬丁派的 但我要跟他講的內容是說 不是什麼策略就一定是好 或是說那個就是絕對不行 或是說哪一個貨幣就絕對不要去碰它 很危險 沒有 沒有這回事 你可以找一個貨幣 你可以研究得很透徹 或是知道它的屬性 或是知道它大家都會怎麼樣子跑 或者是研究一個策略 研究的淋漓盡致 這樣子就夠了 就像老瑜的亞當理論 用得非常的好 那你可以喜歡去做原油 喜歡去做黃金 或是喜歡做交叉貨幣 或是喜歡做加密貨幣 都可以 你只要把研究透徹 這對你來說都是一個好策略 或是一個好的交易品種 然後我給大家 5秒鐘截圖好了 就是我有用手寫的內容 那如果沒有截到圖的請大家暫停喔 應該都有截到圖吧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第一點 止損的方式就是 大家都知道 本多終勝法 反正之死不平倉 絕對死不讓它撞到止損 只要保證錢不足馬上就補錢 然後因為行情總是會回來 而且馬丁又是有倍數的 那我不曉得你是用什麼變形法 但就是你只要夾到很後面的話 它總還是會回來的 那你就是絕對不要讓它撞止損 你就是讓它不斷的夾長上去 然後就一直補錢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你去設止損 然後你的止損是去設說 我可以承受的金額 例如像我的帳戶是可以承受 虧損10%撞一次單的話 是假設1000塊就是100塊 1萬塊就是1000塊 那右下角不是有計算嗎 就是假設我第一張刮一張單是一手 然後兩手四手八手16 然後間距都是200 最後16手上去止損 設在最後一張單上面100點 假設我止損是這樣 那我就總是去換算它的點數手數去乘下來 之後如果裝到止損是虧損8300點 如果是0.01起手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虧損83塊 假設我帳戶1000塊 我虧損83塊 對我來說其實也還好 所以你要去計算說 我總共可以虧損的金額是多少 然後之後我去換算我的加倉兼據跟手數 或者是去換算說 我最後要在最後一張單的多少點來設定止損 那還有一個你的設定的加倉兼據 不一定是一個固定數字 這個其實之後可能可以再開一次的內容來教學 跟大家講說哪些是常見的馬丁加倉的方法 不是說就是固定說200點500點700點等等之類才加一張單 那有各種的方法或是各種變形的模式 那我就是下次可能再錄個視頻來教學吧 因為不是今天的主題 再來第三個點就是點數 點數就是例如像我 就是說我在這500點內 我在這1000點內 我如果只要到1000點我就平常 但是我在1000點內就是一直加倉 舉例來說 有些人是喜歡做牙盤的時候 去選擇一些不動比較小的貨幣 那他就會在牙盤的時候 就是我可能就在這個1000點 然後我就讓他去刷馬丁的單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直加倉 但他可能不一定會有固定的加倉方式 就是看個人的策略去怎麼去定 那這就是三種方法 我們來再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本多終勝法 絕對不讓他撞止損 就是補錢 第二個就是去設止損 可能是以你可以承受的金額去計算 再來第三個點就是點數 我就是設定多少點內 我就讓他刷馬丁的方式去進場 然後出場也是 就是以我設定的500點 就是這樣子 最後有看到我寫那個tip嗎 馬丁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你的獲利速度 一定要比你虧損的速度還要快 所以你其實這個東西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你可以你要去想 如果我在怎樣的行情 在怎樣的貨幣裡面去做選擇 我才可以賺的比較快 獲利的比較好 而去賺一次止損的時候 並不會讓我覺得傷得很重 所以不要覺得馬丁 就一定會是爆倉的一個策略 大家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好的觀念 就是說沒有一定是什麼 叫最好的策略 或是什麼是最差的策略 就像我之前在教那個 NACD的那個方式的時候 就說沒有什麼叫做最好的點 就有相對好的點 那喜歡我今天這支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一下 還有就是幫我按讚一下 還有我的粉絲團 君哥不想聊外會 Instagram 還有我的YouTube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下一次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見吧 拜拜